白飯淋上豬油 再加醬油調味 接著重頭戲上場 豬肉等級超大隻帝王蟹 直接鋪在飯上 不過這還不夠干貝 蚵仔 和剝好的鮮蝦飯好放滿 完全看不見底下的白飯 海鮮分量超驚人 帝王蟹的口感很鮮嫩 老闆烤的那個熟度剛剛好 所以吃到的時候 你知道一絲一絲的 在嘴巴沾到沒有化醬 這一頓通風餐要價3800元 想吃得要三天前提早預定 台南東去一間燒烤店 老闆突發奇想 推出海味帝王蟹豬油拌飯 海味十足的蟹腿 配骨腳味豬油拌飯 一大盆海鮮上桌 整桌人都可以一起分享 但巨量海鮮光是食材成本 就很可觀 一般外面帝王蟹 像那麼大隻大概是怎麼賣 它大概就要3000到5000 看是火的 火體的還是冷凍的這樣子 就是它基本上都要35000 所以我們推出這個是蠻超級的 另外同樣位在台南 有牛肉醣業者推出全牛燕 牛最精華的各個部位 牛肉 內臟 牛尾和牛皮等等 好幾盤上桌 結果把整隻牛全身上下 通通吃了個扁 所有的牛皮每一塊要去嘗試 才抓到說最後我知道說 哪一塊它做起來 它可以做到軟嫩 然後又可以有滿滿的膠質感 超豪華全牛燕價格也不便宜 整隻牛端上桌 一頓要價15000元 不只如此 熱潮系列的三杯牛皮 公保牛蛋蛋 還有九尾雞牛鞭湯 同樣也吸引韜客上門 來常常從沒吃過的 列起部位 TVBS新聞顧首昌台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